哎 哎 不 不是 你 你谁啊 不好意思阿姨 后面有人追我 有人追你啊 是的阿姨 不是 有人追你 你跑我车上干什么呀 你吓我一跳啊 不好意思阿姨 这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先在你车里躲回 哦 什么人在追你啊 我看后面也没有人啊 我不知道 他盯了我一路了 跟了你一路了 没有啊 这后面一个人也没有啊 没有 那他可能是藏起来了吧 藏起来了 这后面也没有地方可藏呀 小姑娘 你可以下去了 阿姨 真的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你就让我在你车里躲一会吧 小姑娘 你这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呢 后面哪有人 是真的阿姨 我从学校出来 他就一直跟着我 我一跑他就追 那你报警啊 可是阿姨 我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小姑娘 你多大了 阿姨 我今年二十八了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你还在上学呀 你这是上的什么学呀 阿姨 我上的特殊教育学校 哦 那我明白了 那等一会儿 追你那个人走了 你要去哪里呀 阿姨 我们学校放假了 我要回家 那你家在哪里呀 我家在李家村 李家村 那不是一个偏远的小农村吗 离这可不近啊 不远阿姨 坐车一天就到了 哦 是不远哈 那你家里人怎么没来接你啊 我爸爸妈妈都去大城市打工了 家里就还有一个爷爷 但没有办法来接我 哦 是这样啊 要不阿姨送你回去啊 那可不行 万一你把我拉到别的地方去呢 哎 小姑娘你想多了 怎么可能呢 阿姨只是想帮帮你 帮我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也对哈 那你下去吧 阿姨 我不下去 万一那个人在追我 我该怎么办呀 要不 你送我回家吧 送你回家 那你不怕阿姨把你拉到别的地方去啦 不怕 再说了阿姨 你也不像坏人呀 哦 是吗 哎 姑娘 你先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喂 小刘啊 老板 今天的竞票会你怎么还没到 哦 我就不参加了 那可是两千万的大项目呀 我正好有个急事走不开 可是老板 行了 就这样吧 姑娘 那阿姨现在就送你回家 阿姨 我是不是耽误你什么大事了 要不然 我还是下去吧 哎 没有没有 正好啊 阿姨也想去李家村看看 是真的阿姨 你要去我们村看看 是真的 姑娘 把安全带系上 咱们现在就出发 小王 走 李家村 小姑娘 李家村到了 你看这路啊 车也过不去啊 要不阿姨啊 陪着你 咱俩一起我帮你送过去 不用了阿姨 这路我熟悉 行 那你慢点 赶紧回家吧 好的阿姨 谢谢你 再见 耶